日本这是看不清自己的地位了 在云南腾冲有四座永远归在我们烈士墓前的日本战犯 有事没事的时候 都会被去上乡的人来商量全 这你情我愿的 本来是好事 但这日本政府却不乐意了 不光打死都不承认历史 而且还要求我国也忘记历史 让我国将这四座雕像必须给拆了 真是大言不惭啊 但对此 我国却说 这四座雕像可以拆掉 但前提是日本必须要做到我国提出的三个条件 日本说这绝对不可能 点个关注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件事情 我国云南同称的国上墓园中 不仅仅是埋葬着那些为国圈区的烈士们 在墓园中还有四个日本战犯 跪在墓园的入口处 他们被反绑着 低着头 以忏悔的姿态 对我们的烈士表达忏悔 每次过去祭拜先烈的人们 要是气不过 还能对着这些雕像拳打脚踢 以解心头之恨 这种行为对我国来说 那是再证量不过的事情了 但是这种行为对于日本来说 那就是在打他们的狗脸 而且有损他们国家在国界上的名声 就要求我们国家将这四个雕像给拆除了 对此我国也是十分强硬的表示 拆是不可能的 你们自己做的事情 难道自己忘了吗 但随后日本却让我国后果自负 随着这件事情越闹越大 世界上很多国家也关注了这四个贵制的雕像 随着这段历史被广为传播 很多人都在为我们打包不平 并且怒喷日本太不要脸了 而日本在被骂得狗血淋头之后 不但不道歉 还反过头来指责我们国家太烦了 不尊重历史 总是夸大事实 哎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到底是谁不尊重历史事实 难道心里没点数吗 然而又因为日本政府 对于历史态度的不端正 被人骂得不得不修改教科书 承认了这段历史 但随后日本政府又说 可以给我们一笔钱 让我们把雕像给拆了 但这日本纯切属于异乡情愿了 我国难道缺这点钱吗 该还的债 就算会着也必须要还清 而且日本在这件事情上 没有提条件的资格 更没有选择的资格 那么这段历史到底是什么 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日军开始侵华战争之后 东条英机企图彻底断开 我们和外界的联系通道 于是带着满洲政府 以东三省为基地 开始封锁了东北交通要道 和出海口 随后日本占领南京 武汉等地 直接将东海海岸封锁 直达1941年 日军召集了10个兵团的兵力 也就在这一年 我国的上海通道 全部被日军封锁 陆地上的通道 也大部分被封锁 要知道当时我国的军备都是极差 所以日军此举 无疑是切断了我们的大动脉 但这个之后 在西南边境 有一条不棄严的小路 能通往外界 它就是点缅公路 也是此时的中国 唯一能联系到外界的通道 但日本也知道 这条路的重要性 于是就派出了 6万人入侵东南亚 没过多久 这条公路就失手了 这导致外界的物资运输不进来 所以在1942年12月 中英军方达成了 共同防御缅甸公路的协定 按照协议规定 中国将派出10万人的远征军 装备上英方给的先进武器 去守护滇缅公路 中国远征军就此诞上 日军拿下滇缅公路之后 就打起了松山的主意 而我远征军也开始向松山挺进 但是日军却在路上铺满了 竹子坐的地刺 而当时我国远征军 穿的还是草鞋 这对他们造成了很严重的困扰 而且还修建了大量的防御攻势 甚至把松山都挖得塌陷了 这场战役打了足足95天 最终消灭了松山的日军 但是我远征军牺牲得高达7000 其中最小的才9岁 而后日军趁我军休整的时候 强行夺取了腾冲 腾冲有着极其优越的地理位置 和缅甸东南亚相交 日军占领腾冲后 也是立马就打造了很多密集火力点 并且腾冲的城墙都是石头做的 这让我远征军很难攻破腾冲 最终这场战役打了127天 日军被歼灭6000人 但我军的伤亡率高达1万以上 在1943年到1945年期间 我远征军在缅甸和滇西和日军进行拉扯 歼灭日军4.9万人 牵制住了大量的日军 为我国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战后 我国为了纪念在滇西抗日战争中损失的国军将士 国民党里根源决定修建一个墓园 让这些将士们在这里得以安息 并且让这场战争中被打死的日军军官 跪在烈士们的墓前建立了一个窝种 所以在这之后 每一个到腾冲的人都会给这些贵制的雕像 来上那么一两下 随着这段历史被公开 日本强硬地要求我们拆除这四座雕像 这是日本战犯之所以跪在这里 就是为了让他们忏悔自己的罪行 但反观日本 不但不承认在之前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 反而是建立了一个靖国神策 光明正大的祭拜那些假期战犯 这座墓园在1996年的时候 这个国伤墓园被国务院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举就是要告诉日本 历史都是血淋淋的 不是谁想抹去就能抹去的 但这日本是死不悔改 也不知道是谁给他的担子 居然还派遣了一个专门解决这件事情的使团来我国 甚至还跟我国提了三个条件 第一就是要求我国撤掉国伤墓园中的窝种 第二就是国伤墓园的雕像必须拆除 第三则是归还所有日本在那场战争中牺牲的士兵遗体 还真是狗改不了吃事 这不光是自己不承认了 这是打算让我国也不承认了 对此我国也是给了特别明确的回复就是 你也别提啥条件了 反正我们是不会答应的 要是你们真想撤掉这些雕像 那必须做到我提出的这些条件 第一就是日本境内的靖国神策必须拆掉 立即停止供奉战犯的行为 第二就是承认历史 按照历史事实修订日本国内的教科书 第三则是日本政府需要公开向中国人民道歉 对侵华战争中离去的英灵道歉 我国的代表将这三个条件说出来之后 这日本代表是马上说这不可能 并且说可以拿一笔钱出来 补偿腾冲的人民 这说的是人话吗 我们需要的是钱嘛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希望日本能够正视历史 承认自己之前做的事情 但是就是日本这态度是根本没有看清楚自己现在的地位 还敢跟我国提条件 日本击败靖国神策的时候 怎么就没考虑到伤害了我国人民的心 他们的四个战犯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 就有损他的国际形象 而这四个雕像什么时候拆迁 取决于日本什么时候承认自己的罪行 取决于是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原谅他们 但我想这个时候永远不可能到来 因为我们没有资格递先辈们原谅这些人 好了本期的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长安点在三秒 咱们下期更精彩